台湾的情况下 面对中共多重威胁 英国首相6日表示 台湾局势并不容易 澳洲前外交政策主管 外交贸易部前印太次长莫德说 有路可以走 作为台湾的伙伴朋友们 可以承担任务 包括寻找台湾的国际空间 强化双边经济 贺阻共军帮台湾自我防卫 他在8月31号台北凯达格兰论坛表示 前澳洲国防部战略次长詹宁斯观察跨的四方机制 认为美国日本澳洲三边关系可能行诉区域安全 法国自我定位印太国家在强化和日本合作后 8月30号正式成立和澳洲外长防长2加2咨询机制 第一份联合声明就提及台湾台海和平稳定重要 法国学者波恩达兹乐见欧洲和法国前所未有的 越来越公开谈论台湾 欧洲需要为台海冲突做好准备 美国智库CSIS部会长葛林表示 台湾是跨的四方机制的中心 强化盟友合作的跨的机制和战略逻辑 获得美国跨党派的支持 也是拜登政府印太政策的中心 包括美日同盟 美日澳三边关系 这些不拘一格的安全架构将是台湾的机会 思考和他国合作及对抗中共的新方法 新唐人亚太电视 张东旭 台湾报道